原标题 杏家关系,还和宝宁王曹昆氏结拜兄弟,可以说横跨了婉系、直系、奉系三大军阀,这个人就是晋云鹏,而且他还两度担任北洋阁臣之首,可以说他的地位仅次于北洋三杰,值得一提的是,玉帅吴佩服还是晋云鹏的山东老乡,但就是这样一个势力关系盘根错节的人, 最终依旧难逃幻海失忆的宿命,晋云鹏政治生涯的顶峰,来自于迟短战争中张作霖的获胜,因为通风报信有功于张作霖,又和曹昆是伴霸子兄弟,所以他被推上了隔臣之首的位置, 但面对都拥有军队的大军阀,晋云鹏在谈判桌上并没有什么话语权,只能听着曹昆和张作霖吵吵嚷嚷,此时身为直立都军的曹锐仗着有曹昆撑娇,抱怨分配响淫不公,引起了晋云鹏的不满,两人吵得不可开交, 最后,曹锐甚至把茶杯摔下晋云鹏,张作霖见状直接被车离开,只有王战元在坐和事了,但这次会议已经无可避免的不欢而散,会议之后,晋云鹏就撂挑子不干了,带着全家老小去往天津,好在张作霖和王战元出面说和,才勉强让晋云鹏撤回了辞城, 但好景不长,两年后直奉战云爆发,与两边都关系密切的晋云鹏里外不是人,不得不告别了庙堂, 但在翁师马胭只悲伏,幻海失忆的晋云鹏居然在商界得志,焦东路大矿业公司和德华美铁公司这样的大企业,最终都落到了晋云鹏手里, 而后,晋云鹏又不断拉拢济南的商家,联合黎元红之子黎绍基和王战元,用赢私舞弊的罪名, 担走了鲁丰沙场的掌权者庄人宗父子,随后,独罢鲁丰沙场。 就这样,晋云鹏渐渐拥有了二十余家企业,个人资产不计其数,但时局并非由他掌控, 年尽花家之时,已经别无他求的晋云鹏选择归隐做了局势,从此再也不问世事。 当时,日本人的势力已经霸占山东,晋云鹏此举,不知是不是为了规避战乱。 但日本人想利用晋云鹏的声望做事,于是,多次威逼利诱请他出山,但都被晋云鹏拒绝。 不知是不是因为有气节有底线,晋云鹏也成为北洋军阀中难得的高兽角色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